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是亚美万代 它又重新来花了 亚美万代是小型的万代蓝的品种之一 那台湾也有 不过台湾的亚美万代主要是产在蓝宇跟小蓝宇 最北界就是小蓝宇跟蓝宇 不过随着人为的采集 在很久之前 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就消失了 所以基本上呢 你市面上所看到蓝宇万代非常有趣 消失以后呢 经过了几十年的寻找 后来又找到一批的野生个体 那它在那个悬崖壁上 人上不去的地方 所以呢 后来应该我们手上的亚美万代 如果是台湾的品种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那个产地的 那现在被保护起来的 所以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人也上不去 优点是这样子 而且现在其实可能有摄影机之类的 可以保护它 以前都没有就踩一踩就不见了 它的原产地长是长在那个岩石上面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它喜欢强光的环境 那你看哦 它在台湾的蓝宇上 是长在那种岩石上以后 那还有海风吹拂 还有湿湿的风 水气很强 那天气很冷 所以亚美万代可以容许天气比较冷 对因为它每年都有东北季风嘛 这个也是特点之一 我们手上的亚美万代 人工个体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产的为主 以前菲律宾产的被归为三个变种 那后来呢 其实很多人没有在分 但是其实它会有不同的差异性 跟岛屿跟整个个体有差异性 好那这一颗呢 就是亚美万代 它中文是粗料 你看买来是种粗料 种的是木头 种的是石头之类的 那你要把它上板也可以 像我就有好几颗 三四颗左右是上板的 那这一颗应该是第五颗 那其实很好种 在我的阳台环境也种得不错 这是我觉得少数在我阳台环境种的 很好的万代兰的品种 那也耐高温 也耐潮湿 你看它原产的环境就知道 原本长在蓝雨的岩石的向阳坡上 所以就表示呢 那边其实是很很高温的 夏天的时候就是蓝雨嘛 热嘛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又很冷 所以它的容许度是比较高的 有些万代兰在冬天的时候会掉叶子 我们叫脱裤子 下面那个叶子会掉 但是亚美万代不太会 所以这也是优点之一 它可以长到很大颗 像这个还很小颗 那基本上像我这边 它有分成一年开一次的 一年开两次的 还有一年可以开好几次的 要看个体 像我这边有一年开两三次的也有 那也有一年开个一次的也有 那我还没有遇到那个整年开的 有网友说它的可以整年开 那个我觉得还蛮觉得不错的 有些整年开的 我是没有看过啦 很可惜 如果有的话收一颗应该也还不错 那通常都会香 那只是什么香味的问题 那有些会有强香 有些会有奇怪的香味 有网友说它的有石灰的香味 那个还蛮奇怪的 对 那这一颗呢 其实亚美万代我一直很喜欢 原因是因为它花期很长 然后它又好重 那基本上很会开花 所以呢 算是好重的品种之一 而且价格又不贵 相对一点 它的价格是比较平易近人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要找亚美万代的话 可以去找找看 在市场上看有没有 这几年有看过 它去教其他的东西的兰花 像我之前有收了一颗是 亚美万代去教桑德万代 那交起来以后长得像小型的桑德万代 非常有趣 就缩小版的桑德 那当然我有看过亚美万代去教大花万代的 也有看过亚美万代去教其他的品种的 这个还蛮有趣的 他们就把它拿来当母本交来交去 它会产生 其实它的基因我觉得蛮弱的 你像教那个桑德啊 它其实都被 被基因都被桑德吃掉了 之前我看过教小花万代的 它基因也被小花万代吃掉了 所以它基因其实是 表现型的基因其实是蛮弱的 很容易被其他的品种 盖过去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 这个又重新复花 那基本上呢 开花性非常的好 如果你能找到那种开花性 很好的个体真的很会开花 一年开好几次没有什么问题 那所以呢 在选的话你可以找找看 因为小苗它的种的时间不用这么长 我们以前在种一些万代兰的时候 像那种大型的万代啊 可能需要五六年六七年才有机会开花 因为台湾有一半时间它不生长 因为生长期只有一半的时间 它冬天的时候不生长 那所以呢 长时间就比较慢 但是亚美万代呢 它的生长期比较不受影响 毕竟它原产 如果在台湾的话 最北界原产就是在兰宇跟小兰宇 好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它几年内就可以开花 这个也是优点之一 所以它在市场上 繁殖的速度相对很快很多 不像是一些传统 有些大型的万代 它的速度这么慢 所以这是它的优点 好 那你也可以种粗料 你也可以上板 像我有一批就是上板种植 上板种植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种的 对 但是它的开花就没有那么好 可能我放在比较中光的地方 基本上开花性应该跟它的光线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放在中光的地方 我觉得开花性会下降 那当然水分会保持比较住一点 对 因为上板的话 很注重的是水分 水分不要让它散失的太严重 那基本上我那边的那一区 好像就每年开一两次吧 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长 那有时候会消包 有时候梦里面要开一开 它就消包了 就开不起来了 好 那其实这个每个结尖 你看这个右边这个结尖开一个 左边这个结尖开一个 那其实它每个结尖都有机会可以开 那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一种兰花的品种 而且很健壮又蛮抗病的 这个是我觉得种它好处之一 不太会生病 但是水分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要太夸张的浇水 上板当然就比较不会 那盆子的话你可能就要控水 水分像这种粗料可能还好 两三天浇一次 三四天浇一次可能还好 那如果你是水草的话 就是要注意一下下 你的水分不能太夸张 太夸张还是会烂根 虽然它很健壮 但是还是会有烂根的机会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市场上见到 像前一阵子在填尾时候还蛮多的 那时候我就买了一颗 这颗是填尾买回来的 那我其他颗都还在板子上 所以就在另外一区 那一区因为种植的不错 所以我那一区就把它规划成 雅美万代区 那边有大概四颗雅美万代 还有一些小型的万代都种在那边 那基本上 硕是种的不错 所以我后来看到雅美万代 只要看到就会收一颗收一颗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种的品种 而且又有香味 然后又好看 然后个体又多 有些还会有很特殊的颜色 市场上有那种白底的 也有黄底的 也有那种奇怪底的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种的特性 好OK 那当然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买到台湾的小苗 现在台湾小苗也有 你也可以去找找看 它其实会有的 现在人工个体出来 其实也是蛮好种植的 好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这个就是雅美万代 好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